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陈律师播报 我是美国华安顿的陈少明律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确认程序是好是坏 美国政治体制的精华是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它有一个制衡机制 因为在美国建国的时候制定宪法的时候 美国的国父认为政治体制必须是有制衡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政府的权力过大的话 第一容易导致腐败 第二政府可以用它的权力 它拥有的权力来伤害或者迫害公民的权益 就是政府权力过大 可能公民的权力就受不到保护 实际上就是它制定了三权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是分立的 但是我本人一直持有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我认为美国它是一个七权分立的国家 怎么说呢 除了它的三权就是行政、立法、司法 它是权力分开的话 它有联邦 它因为它是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它联邦的权力和州政府的权力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除了美国 宪法规定那个属于联邦政府拥有的权力以外的话 其他的权力属于州 美国联邦政府的就除了外交、国防、移民、税务 这些主要的权力以外的 大部分的那个法律 大部分的法律就是行事、民事、婚姻、家庭、合同、土地 这些都属于州法 所以的话它的联邦和州的权力是分开的 另外的三项公民的权力 第一呢就是选举权 美国所有的那个参众两院的议员 以及这个美国的总统是由老百姓直选出来的 这个选举的权力 实际上呢就说是它也制衡了那个政府 如果这个政府不能 政府的某个官员不能为老百姓说话的话 那它是会下自选举 它会被选掉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力 在美国的言论自由呢 是指老百姓有批评政府的这个权力 这个权力呢 当时尼克松的下台呢 也是因为这个言论自由报导出了 尼克松违反美国宣法的一些行为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持枪的权力 也就是说如果 国父们假设如果哪一天 美国的政府呢 来迫害 那个老百姓 老百姓到了忍无可忍的那个地步的话 那老百姓有权拿起武器 跟政府对抗 当然在美国除了一个独立战争以外的话 就说 但独立战争的发生的原因有点不同 但就是还没有发生过就是美国老百姓 就是用武器来推翻美国政府的任何这样这方面的行为 所以他这个制衡机制呢 是在他这个美国宪法的宪法精神里边的一部分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judicial review的权力 也就是说 他可以推翻由民选的这些议员和总统制定的法律 那么这个judicial review 以不符合美国宪法的这个理由呢 这个judicial review呢 把这个法律给推翻 这个权力是很大的 因为这九个大法官呢 是美国总统提名 然后由参议院任命的 所以的话他不是民选的 你可以设想这个九个大法官的权力有多大 在美国的三个机构里边呢 美国最高法院的也是在三个机构里边相比的 也是最受到人尊重的一个机构 那所以的话就说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大法官的这个九票之一的比一票呢 是相当重视 而在那个美国的一系列最高法院的判例里边呢 比如说Brandt-Versibre Board of Education 对于就是公民的保护呢 那个美国最高法院是做的比较好的 对于防止种族隔离啊 同性恋婚姻啊 那个美国最高法院是做的比较好 比较受人尊重的 那这次就那个Cavanaugh 这个conversation process呢 就是两党之间呢 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唇枪舌箭 展开了就是说是强烈的激烈的对峙 那一方呢是说Cavanaugh是非常那个就是非常胜任的一个法官 那另外一方呢说Cavanaugh有性侵的行为 有不诚实的行为 这他整个这个当最后 judge Kavanaugh是被confirm的 对吧 那个就是small margin 然后50对48 是一个small margin confirm 我本人认为呢 这个confirmation process就是参议院的这个就是确认程序呢 正好地反映了他美国国父设计的这个确认成绩呢 it works就是他是工作的 他让所有的人至少就说不管他这个表现的方式好坏 或者是最后这个程序能不能有可以就是进一步改善的地方 绝对是有 但是至少他有让所有的这些民选的官员有表达他代表他的选民表达他的意愿的这么一个过程 虽然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两党之间的很多的争议可能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呢他表现出就是说他这个机制能他这个制衡的机制能是工作的也就说有可能这个大法官如果他他本身成就是他的观点或者是他的表现或者他的 存在重大瑕疵的话这个参议院呢有可能啊把他这个提名的给否认掉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机制就是说是是是一个big mess 但是我持相反的观点我认为这个国父设计的这个这个confirmation process it works就是反映在这个这次大法官开门了大法官的这个确认这个程序里边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陈律师播报我们下期再见谢谢